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有两个话题跟大家讲 其中一个话题与段崇志有关 是一个迟来的新闻 因为我最近去翻查新闻就发现 原来两天前 已经有进一步关于段崇志太太这件事的补充消息 原来段崇志太太身为中大某一个医学部门的总监 已经三年没回过香港 其实这件事是很大件事的 大公文汇也整理了相关的细致 虽然我是迟了 以及也已经有其他前辈在两天前分享过这件新闻 但是就算迟也好 我也想去进行自己的分析 当然我今天这一集就尽量不会去重复之前那集的内容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又或者你听过其他人说的都可以再听听我自己的分析 好了 接着第二个话题 娱乐性比较高 关于刘马车 因为刘马车 他之前去打人打完人之后 今天就判刑了 判了要坐六个星期 会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刘马车他求情的那些说话 很好笑 即是他的说话好笑 但是其实 核心内容是令人好心良的 因为证明了他就是一个根本无悔意的人 所以呢 如果这些人将来从头社会的话 即是我会心方方 好了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 订阅 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记得按隔离的小钟仔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读小小新闻内容 香港中文大学的管治问题 一直为人救病 继早前立法会审议的改革中大校董会方案的时候 爆出了原来校董会主席被架空 随即社会上有声音建议 而廉政公署嫁入校长奖金事件 所谓社会的声音 其实是梁振英的声音 之前也和大家说过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中大再爆出贪污的风波 中大的心血管基因祖医学中心 有职员是涉嫌贪污和挪用公款 廉柱之前就憑着搜查令 去到中心进行调查 调查仍然是进行当中 暂时未有人被捕 有报道说 中大的总监 就是中大校长段崇志的太太 罗文娅 罗文娅亦都是中大内科和药物治疗学系 还有疑科学系的访问教授 有教授指出 即其他的教授就说 听说罗文娅过去的三年可能都不在香港 中大的受薪员工合约有要求 必须要在港工作就符合一定工作日数 如果不是的话就可能违规 质疑罗文娅如果他是受薪员工的话 或者就会违反了合约条款 大家想一下 你作为总监 叫做你看完整个部门 你有没有可能是不受薪员工呢 当然这条是问题来的 不是说任何暗示 另外中大校董邓家彪 在接受大公报查询时就说 自己作为校董 并不知道校长太太原来是任职于中大 更不知是医学中心的负责人 邓家彪强调 与他相熟的校董同样不知情 形容中大管治问题严重千瘡百孔 其实邓家彪的声音一出 坊间有很多人在罵邓家彪 但是我自己是支持邓家彪 不过这件事放到后面再慢慢跟大家解释 我一定可以说服到大家 邓家彪不知道这件事 绝对不是邓家彪的错 好了继续讲下去 段崇智近月曾经三度缺席立法会讨论中大校董改祖事宜 引起了议员的不满 段崇智在2017年获得中大校董会通过任命 接替审祖瑶成为中大第八任校长 段崇智在去年校董会通过了继续请他 去做中大校长 任期三年 由2024年1月1日起就会生效 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 他做多三年 即是2027年1月1日才会离开中大 大家想想想现在才是2023年 即是有时间捱了 好了 到这里我就去评论一下 其实你说你有时候作为一个总监高级学者 有时候你真的可以不需要回去中大工作 又或者你不需要在香港 这个是正常的 毕竟有些高层 他们不回公司 他们又未必是蛇王的 有时候一些高级职员飞来飞去 是合理的 但是最多可以两个星期三个月 不在中大处够过分 哪有可能连三年都不在中大 其实这个问题很严重 大家数一下 三年前究竟发生什么事 大家数一下 2023年减三年 即是2020年 甚至乎就是2019年 究竟2019年段崇智在中大二号桥发生过什么事 他过去曾经有什么言论 又为什么这么巧 大概2020年左右 段崇智的太太就离开了香港 而且似乎 根据其他教授所说 好像没有见过他回来 是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究竟你有什么工作 是忙碌到你三年都没有回到中大呢 大家要知道 作为一些教育部门 其实你每年有些日子 是说一定要齐人出现的 如果用中学去说 就是9月1号的开学礼 9月1号你就会见到校长 副校长 训道主任 全部老师都会上台 你就会见到 但平时你就不会见到这么齐人 其实中大开学礼 段崇智也会出现的 但是 为什么这个所谓总监 什么都好 居然是可以三年不用回来的呢 就算你说疫情也好 就算你说黑暴 街道不安全也好 但是什么都过了 2023年你不回来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究竟离开了的那三年 除了真正去处理一些 医学上的学术交流之外 会不会是这么巧 就是说 因为自从段崇智在2019年 受到社会关注之后 他太太就离开了香港 其实有时候 这些例子就会令到我想起 那些什么 许志峰 揽炒吧 袁公怡那些 袁尼望 就回来香港之后 就被国安邀请协助调查 至于那个 即是黄到出面的袁尼明 一早已经移民了过去澳洲那里 我这里不是说暗示什么 我分享一些过去发生过的新闻 其实 就算我们撇除任何颜色的东西 那些什么段王爷 段爸爸 19年 二号桥 我们全部什么都不要说 我们不说这些 我们现在只是和大家说一下流程 说一下程序 其实都很大件事 因为篇新闻就说了 原来中大的合约是说 你都必须要有些时间 留在香港做事 即是你都要打下这张卡 好了 究竟现在违反了雇佣合约 还有没有再出钱给他呢 那么中大财务部的人 是否需要出来交代呢 然后人事部的人 是否都需要出来交代呢 现在不是说什么 我们要尊重某个人的私隐 而是说 今次的钱是牵涉到动用公帑 究竟有没有人是说 包庇中大的教绩 原諸如此类 其实应该要公开相关的资讯 去告诉大家 究竟 这件事是怎样 还是他真的有什么 很特别的原因 不能回到香港 这样 不需要说你报告每天做什么 但最起码概括 都应该要和公众交代 是不是 如果真的有人 违反了合约的 是不是可以即炒 不用给那些什么补偿金 还有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原来那个人就是段崇志太太 好了 你太太失职 你作为老公 同事又作为校长 那又需不需要引咎辞职呢 是不是 甚至乎就是说 为什么三年没有出现 好像没有听过 在新闻上 没有任何的中大部门 好像去调查过这件事 去提起过这件事 究竟有些没有去积极主动提出调查 或者去进行调查的人 他们是因为自己的失职 还是外于某些权力架构 而令到他们 没有权 去接触某些资料 去进行调查呢 所以 为什么呢 我问了这么多条问题之后 大家就会明白了 其实就算 你不计2019年发生过的所有事都好 作为校长 如果真是被人去追究 只是这件事都已经可以很大事了 是不是 当然了 刚才新闻都说了 中大某些权力就被人架空的 究竟中大部门腐化成怎样 会不会有人以公谋私 导致自己太太有个保护傘 不知道 这些就需要廉政公署去查 除了去查一查 究竟医学院那些千多万 给了谁去用 用得合不合理之外 另外就是说 为什么有个员工违反了 似乎违反了某些事 但也继续出粮的呢 因为过往也有些 新闻也有卖 有些相对高级的主管 他们是一些外判公司 然后他们自己是够胆死 作一个清洁工人的名字 然后就说 这个清洁工人有上班的 然后每天 就等于赚多一份的人工 然后最后就被人踢爆了 就说 根本就没有这个员工 是 监表上有他 也有他的身份证资料 也有他的银行入账户口 但是从来都没有人见过这个人上班 最后那些外判人员 都是被执法部门告的 这些事情就是需要去查 所以本身 只是关于段崇智太太这件事 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丑闻 而且对于段崇智太太来说 你想想 他所管理的机构出现了这么大的贪污 再加上他三年都没回过离中大 是不是已经代表了 其实他没有去尽到一个管理者的责任去管理中大 而导致出现了这个破坏校园的事件呢 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回来所以监管宽松呢 只是这一件事都已经是需要去做检讨 需要去写很多报告 需要去开很多会去交代 是不是 既然他作为段崇智的太太 我觉得校长更加是习无旁贷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不算19年也好呢 只是今次这件事都超大丑闻 但是我又不明白 这一宗新闻是说 没有太多人去关注的 就算你说 我上youtube去找也好 有我以外的人去说 当然有一班的黄人去说 但是 社会上对于这件事 相对地来说 讨论度是不够 但是明明在我眼中 是觉得一个这么大的丑闻 所以有些事我自己确实是招头的 还有 先说回段崇智 中大改组你都缺席了三次 那你还有什么想去交代呢 是不是 就算你说将来的改组处理好了也好 其实对于段崇智来说 他真的最起码是有三项的大获得 第一就是刚才说了很久的他太太 第二就是说 中大改组不见人 以及一直以来 未改组之前的腐败漏洞 那些什么格局 还有第三就是说 他2019年的言论 段王爷 段爸爸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其实这三件事 你任意抽一件出来 都很大件事 但是 想不到这些人可以续约 2024年的1月1号 继续再做多三年 我反而都想知道 究竟是谁批准他 或者叫做决定段崇智可以续约 究竟批他续约的人 知不知道他太太的事呢 我们作为普通人 当然所有东西都是看报纸就知道 但是 有一些作为中大内部的人 如果他们需要决定段崇智未来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去做好一个资料搜集 那是不是他们的失职呢 总之不说那么多了 其实那些有份决定 就是段崇智能够继续玩下去的人 都麻烦出来进行一个交代 就不要这么简单 这些什么我们私人内部机密 准则不方便透露那些 有些真的机密的东西可以盖住 但是 我相信有些东西都需要公开向大家交代 好了 接着就说一下邓家彪 邓家彪说他不知道 其他校董都不知道 是不是代表邓家彪和其他校董失职呢 其实绝对不是 因为 作为校董不是需要自己去请私家偵探 查完中大的所有东西之后 才说叫做进责 还有 往往任何牵涉到利益糾纷那些东西 和钱有关那些东西 是不需要别人主动去调查之道的 是说 你本人需要主动去通报给其他人听 就好像 我平时晨早新闻间中会跟大家说 廉政公署又告人的那些新闻 其实那个案情通常都是这样的 某某人 他就是可能某些学校代表 他接了一个工程之后 就给了第二间公司去做 但是他就没有交代 原来这间工程公司 他有股份的 又或者他有一些直系亲属 就是全资去管有这间公司的 最后这些人就被判监了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这间公司 我有持股 大家要知道 原来是这样判的 就不是说 没有啊 我没有交代而已 但是你们没有查我 所以是你们失职 不关我事啊 联署不应该判我的啊 但是sorry 利益申报这一件事 不是这样的 利益申报是说 你要打罗打鼓 告诉别人 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接着还要是打罗打鼓 打到 你个人都需要签文件 就是说 没错 我知道这件事 没错 我知道这件事 最后都是开个会决定 这间公司又便宜又漂亮又正 所以都是交给他去兴建 所以由邓家彪 他说完全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咦 似乎这里也有一些 就是鼓励的 联署不需要再去调查一下 可能是邓家彪 和其他校董很羡慌的 可能曾经有通报过 他们的相关资料 也有签署过 不过他忘记了 但是如果反过来 如果真的没有认真去通报 邓家彪 邓家彪也没有签署过 任何的确认文件的话 咦 那这里 除了本身 有够钱 被人乱去用之外 只是这里 是不是也有很多事 可以认真去调查呢 希望廉政公署 就可以尽力去调查 向特首回报的时候 就有个交代 因为廉政公署 只是需要向特首回报 不是向特炳强回报 总之就是 所有有漏洞的东西 就是去查一下 对不对 其实我这几天 都见到一些黄的频道 他们就在里面说 无端端爆发这些东西 就是说想弄段崇智 现在搞不了 就搞他的太太 其实这种逻辑 本身都已经很有问题的 如果你说段崇智的太太 真是什么都没做过 真是很结身自爱 很敬业熬业 然后突然之间找些 很鸡毛蒜皮的 甚至乎无需有的 大家听下去不合理的话 去说的话 那可能真的是这样 但事实上就是说给大家听 不是呀 段崇智的太太 连人都不见 还要是在最敏感的时候 就消失了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 廉政公署能够这么高调去说 有人怀疑贪污的话 很明显 他们是掌握着部分的证据 既然就是说 有证据有嫌疑有漏洞 就去查 对不对 廉政公署 怎么说好呢 无论廉政公署做什么 那些黄人都可以有证据的 廉政公署去查一些有嫌疑的人 你就会说 你想透过 搞某某人身边的家人 去吓人 哪有得这么说 现在人家真的有个大问题 连普通的记者媒体 都可以找到出来 你就想想 执法部门 他们本身是掌握着 是否还有更多的证据呢 如果廉政公署不去调查的时候 到时他们又会说 廉政公署这些买咖啡就算了 有法不医有法不去执行 没有了 香港法治玩完了 所以对于那些黄人 如何批评任何执法机构 采取行动背后的目的 其实全部都不可信 因为任何的司法部门 执法机构 他们做与不做 站在黄人的立场 他们总会有方法去进行抹黑 其实大家要了解到 这次医学总监 就算不是段崇智太太 你这么多漏洞 你都应该要去查 对不对 所以真的跟她 是不是段崇智太太 是没太大关系的 总之有问题 就要去查 好了 说完这个比较严肃的话题 去看看马车仔 网络红人刘马车 涉嫌在网上造谣 网门 媒《弹弹驹诺部》梁志恒 曾经做过不好的事 但他们 打他 互相約出來道歉 但劉馬車赴回時 突然向梁山揮權掃描 他早前承認襲擊至造成身體傷害罪 求情時說 因為長期受到對方的攻擊和挑釁 形容對方的人格是卑劣的人渣 案件在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判刑 劉馬車被判囚6個星期 裁判官在判刑時說 劉馬車對於梁山的挑釁行為心知肚明 但仍然冒險附約見面 所以劉馬車對於這件事的後果是需要負責 但對方也有嘲諷 你夠膽就動手吧 確實說對方也有些不好的地方 不過最想和大家討論的是 劉馬車的求情 因為你正常有誠意的求情 是應該要跟法官說 對不起 我知道自己做錯事 我很後悔對別人造成影響 就算別人是怎樣怎樣騷擾我 我也不可以用一個暴力方式 去追求解決問題 因為暴力只會滋身更多的暴力和怨恨 但對這件事沒有任何解決方法 這才是真真正正求情你需要說的說話 劉馬車很明顯不知甚麼 叫求情 他心裡是覺得 只要我能夠解釋 只要我能夠解釋 為何我打他 為何他抵打 便覺得自己可以去減刑 其實這些人是代表甚麼呢 他發自內心完全不知錯 他基本上就是覺得 我打個壞人我坐在哪兒 總之這些人 我是覺得極度之恐怖 還有劉馬車坐六個星期 其實他好像已經困住了兩個星期 可能隨時月尾就放監 但是 其實還有重頭戲 因為不知道兩天還是三天之後 劉馬車在今年年初天水為 牽涉到對三名女性咸豬手的事件 就會開始判刑 所以 你正常去想 應該咸豬手怎麼都重過 就是你去打人一拳 所以對於劉馬車來說 究竟他這次被判六個星期也好 十二個星期也好 我想其實對他來說 分別都不大 因為他後面還有今年犯過的罪 要去判刑 另外還有那些 他在不知一百年 一七年 那時的罪都還未判刑 因為那段時間在19年審刑的時候 他好像是回到內地坐 總之這些人 一輩子在罪惡漩渦沉淪 他每次說自己會後悔 其實他所謂的反悔後悔就是 他不想面對牢獄之災 就是這麼簡單 但本質上是不知道自己錯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 如果我們做錯事 我們知道我們錯什麼 然後我們就需要去接受懲罰 即是坐牢 但劉馬車是單純覺得 坐牢懲罰他不喜歡 他為了避開坐牢 所以他不想再做壞事 但不代表他認為自己在做的事是錯 只不過是他在做的事不合乎社會規法 而令到他需要坐牢 雖然聽上去殊途同歸 你也是要坐牢 但在本質上 是有很不同的出發點 因為一個你知錯改錯的人 將來就不會犯錯 但一個不知錯 但接受懲罰的人 出來的時候 他只會去想自己怎樣再去犯錯 又或者是怎樣作用說話 去為自己開脫 其實這些人很恐怖 為什麼一個人可以 這麼久以來 大概有12次相關的記錄 然後每次就說 剛出來就說 我好後悔 然後轉過頭又再繼續衰 我覺得這些人 難聽一點這樣說 我很少說話會說到這麼絕 我會覺得這些人很恐怖 根本還沒有醒 雖然他每次說 我醒了 很感謝這個社會 怎樣怎樣我 甚至乎這個人 最後那條片 還覺得自己會有粉絲 還要跟粉絲說 你們不用擔心我 我很快就會出來 我將來就會怎樣怎樣 這些人早關注他 對於我們社會 就更加有個好的保障 有時候遇到這些 永遠不知道自己錯什麼的人 還要把自己 封為悲劇小王子的人 你是既生也可恨 當然他就錯了 他就沒有任何享受 但有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怎樣想 但我看到這些 心裡根本不知錯的人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會有股無名火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是這樣 好了 今集就不錄太長了 短短的來到這裡 好了 我們待會再見 好 就這樣 拜拜